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大師答問 我們第一條 為什麼大師會相信 國安出席某富豪家宴 我認為有 我認為那個叫做是 第一就是有報導 第二是有可信性 因為這些都是國安的責任之一 因為是屬於工作的 工作的一部分 就是富豪吃飯就請家宴 大家要交流一個意見 這個交流是屬於國安工作的一部分 不是說你不可以跟他聯絡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你國安或者所有高級的人員 你一定要跟各界的意見 不是閉門造居 一定要聽聽他們的意見 因為始終他們是很重要的持份者 據說某富豪就是首富之一 首富還是首富之一 首富之一 OK 但首富其實只有一個 所以首富之一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但也不怕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01的小島消息 正程報導 也有可信性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信性 但那件事就是這樣 第二條 新賭牌重審 有要求澳人持牌 周卓華有沒有機會拿到賭牌呢 因為如果澳門人持牌的話 他還會有一些澳門人 我不知道應該是周輝是澳門人 因為周卓華固然是一個最有實力的人 但近期的狀況應該有些… 周卓華其實是什麼人來的? 澳門人 我認為大家可以在公共看到他很多 即是Google他有 是的 近年都是… 他們曾經佔澳門大約60%大馬 所以是做得很大 但近期那個狀況就… 政治狀況不是在他那邊 所以如果是在三年前的話 他得到的機會很大 但今時今日的話 政治狀況不是他那邊 而且我不知道 因為四太都是澳門人 但是四太就拿了… 拿了那個澳博 所以究竟有哪些澳門人去做 澳門都還有一些人可以拿到的 現在他不是要求澳門人持牌 是要求澳門人多有多些持份 還有他拿著 可能每個… 每個都有澳門人去盯緊 好像那些共產黨員去盯緊 一些大的企業那樣 都還沒頂的 那究竟那個狀況是怎樣 要再重新審視才知道 好 下一條 日本戒賭 是不是因為經濟變差沒有錢去到呢? 這個是一定有他的原因在的 但問題應該… 這個世界呢 根據我對賭博的認識就是 不是日本經濟變差 香港經濟變好了了吧 這三十年也是好了了吧 但香港人賭錢也是少了的 那應該是… 經濟越是差的人 那些人越是賭錢 但經濟好的人 那些人可能轉去賭博性的投資工具 譬如說是股票 或者是Wallum 或者之類的 那就變成去推 去賭場推的東西就變少了 因為現在太多賭具了 所以其實賭錢是比較低尾的東西 但澳門其實很大程度上 是來自賭錢來自洗黑錢 即是說真的人們是想洗黑錢所以去賭 因為賭了一賭就不好過 就不好過的 所以就是… 但是現在如果真的要調查的話 就都是永遠調查到 永遠調查到你有沒有去過賭的錢 買一些影片那些 現在沒得走的 以前很容易走 但是如果是少數人不理的話 那你都可以花一部分黑錢 所以澳門最重要的都是洗黑錢 因為那些人贏了錢就不拿馬 馬就無緣無緣無故給人的 你有存款在那裡就開給人的 即是我開給你的 所以澳門本身就是一個洗黑錢中心 其實所有的金融中心都是洗黑錢中心 香港也是 如果你不可以洗黑錢 那些人都沒有心機做金融中心 是的 所以澳門現在比較多人監視 所以洗黑錢沒以前那麼容易 是的 好下一條 商人做駐內地經貿辦主任 一大貪腐溫創 中英都大力整頓駐京辦 民建聯為什麼提出這些上述建議呢 我不知道大民建聯也沒什麼路 但不是 因為那個人應該是有人給了答案 他就出了回來 然後最後就會跟著 即是這件事你知道嗎 是的 即是說民建聯先有答案再做 不是他寫 千萬不要搞錯 他拿了答案出來 然後他公佈了 明白明白明白 但是觀眾不用擔心 國家也有很強的打貪機構 蒼蠅老虎也不放過 還有加上黨員有百萬規定 又有諸如此類處女 所以其實現在要貪也很不容易 是的 嗯 即是 這個世界上貪沒有不容易 沒有不容易 不是很難的 但問題就是拘捕 是的 可能後果會有些嚴重了 是的 沒有得那麼微目張膽 以前就 現在就不是新時代了 大師是不是腰骨痛 我周身都痛 每個地方都不痛 不只是腰骨 屎乎甚麼事 頭想得出的地方都痛 一個人到了某年紀 就不停去 這又不妥 那又不妥 這又不妥 那又不妥 那又不妥 好 下一條 上不道大師竟會回答如此 愚蠢的問題 更上不道大師的答案比問題更愚蠢 建議下你 你為何有此過問反應 暴跳如雷來掩飾 只因你心中有鬼 愈解釋愈多謬誤 忠目睽睽 敬請小心為盼 你是否屬於一個愛國者 從來不是由你本人來定義的 是由別人來評價你的 秦慧 汪精衛都說自己很愛國 但仍會相信貪污嗎 任你涉拆蓮花 身體還是最誠實的 你自作聰明把區區寫棄 別國國者加茂成要生要死過嗎 加拿大國者對你真的很重要嗎 你還打算胡去嗎 老實怎好嗎 你試想想別人看得你這段視頻 會更相信你是愛國者 還是相反 不言而喻 其實由你選擇回覆者問題開始就已經是錯 遺憾地憑你的口座扭曲不了下觀的事實 事實就是你遠不及謝霆鋒之流搬愛國 事實是你老實不願放棄別國國籍 只把口說愛國賺著數 數得出五件實體是例嗎 我想你連一件都吹不出來 你假愛國的畫皮終於被撕破了 你很應該謀定後路早一敗走家國 早一路好走 請方正這樣 是 他只要說的是愛國者不是自己定義 是別人定義的 但是每個人對你定義的愛國都不同 我記得那個答案 我只是說愛國是有程度之分的 問題就是你是不是以愛國到什麼程度才是愛國 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同 我真的沒有特別承認過我是愛國者 我告訴你我是愛淺者 是嗎 是金絲 我什麼時候承認過我是愛國者 我只是說你叫我放棄我會否放棄我會否很沒面子 我只是說了這句話 我沒有承認過 而且我覺得我很英俊 你不承認有英俊也不要緊 我自己覺得自己很英俊 可能全部人都不覺得很英俊 都覺得自己很英俊 我只是說了愛國是有程度的分別 有些人要求很低可能是吳亦凡宣說英俊 有些人要求吳亦凡宣說英俊 也有些人覺得我英俊 我覺得無需要跟一些有心抓紮的人去辯論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事 但問題是他覺得我不應該回答這個愚蠢的問題 問題是他認為我回答這個問題是愚蠢 我覺得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 但問題是現在我說明我不會怕你任何問題 這個回答問題是一個環節 我不會避開了 我都把這個解釋得很清楚 愛國是一條線來的 那條線就是有些人每一個狀況 都可以把自己定義 有些人就是愛黨 愛國不愛黨 那些都是自己愛國的 但是毫無疑問 愛國不愛黨的人的愛國程度 就不夠愛國又愛黨的人的程度 有些人就願意為愛國是犧牲的盛名 有些人就是為何國捐錢 有些人就是口愛國 有些人就是放棄國籍 之類的我覺得是程度問題 但是問題是一個程度問題 而我自己來說 我真的沒有特別說過很愛國 所以不需要存在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不愛國就回到加拿大 我想究竟是不是不愛國回到加拿大 或者不愛國是怎樣的問題 我想除了一個獨立是習近平 要不是他不可以決定做一個愛國 不愛國的人應該怎樣做 或者應該坐牢 我就說我的話 我的話 我的話 是那個 那些教師不可以各樣坐牢 那不是真的做到 那件事是 那件事是 你不是那個Nomica 是 好 那就回答了 還有一條 這個Paul Harris 是 中央對大律師公會已經被放棄了此的大師對媽 夏博爾是否已經被放棄了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夏博爾是被放棄了嗎 但是中央對大律師公會肯定已經被放棄了 大律師公會已經沒有得救了 所以問題是 如果要取消大律師公會 可能要四五年 這個立法程序 所有事情 做小程序 可能要較久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律師和大律師合併 需要很長的時間 但問題是 他應該會對付大律師公會 是的 所以就拭目以待 好 那答問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